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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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he one 穿越过光年 相遇在许可之间 梦想的区别 就在眼前 不怕脆弱和彷徨 尽管谁勇敢闯一闯 看我们是一颗蛋 整体的力量 Woo Woo 把东西钻进我胸膛 把奔向化成一段光 做起饭 速连在FIR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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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用双手将未来开窗 用战争冲破这黑暗 到夜方 速连在FIR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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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We are the one 齐轮大赛 开始了 你不知道什么是齐轮大赛 其实是这样的 现在很容易是一种战云射击的游戏比赛 你全球的小朋友参与其中 这就是齐轮大赛了 在世界各地脱影而出的小朋友 将会被邀请到齐轮星 参加更加强大的齐轮王大赛 现在比赛进行的非常激烈 在这里 所有的小朋友梦想着 与自己的好搭档齐轮人夺得冠军 为了实现梦想 大家拼尽全力出战 在比赛当中 他们必须收集各式各样的幻兽战轮 来不断进化和提高自身的战斗能力 小朋友 或许有天你爸爸给你买的激战齐轮玩具 我突然跟你沟通成为你的伙伴 甚至和你一同出战齐轮王大赛 来吧 现在就拿起你手中的齐轮人 一起高喊 He fight Go fire 上一集 从四千口中得知土岩过去的烈焰一行人 为土岩带来了和霍利见面的机会 在霍利的当头棒喝下 土岩重新找回自己对激战齐轮的信念 最终与烈焰战成平手 堂堂正正的和烈焰一行人 向第三层大陆进发 请看第二十一集 暴怒邪龙莽的咆哮 为什么父亲会如此紧张 难道里面的和尘兽真的有这么厉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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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ут 让我来试一下他的实力吧 什么 如此巨大的战轮 竟然对他完全无效 那就是试一万斧头电流会怎么样 七轮星历史上最强的战轮兽 邪龙莽 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 现在麒麟王大赛的专用传送门 已经完全由我们掌握了 那些胆敢反抗我的家伙 都要变作邪龙莽的祭品 烈焰的家伙 我想亲自收拾掉他 金角 成大师要布局小级 就让邪龙莽消灭他们吧 我不停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就是要打倒所有的敌人 但是你现在却要我 做个旁观者 同一句话别让我说两次 可恶 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参赛选手 经过那么多难关 我们走三奇迹地走到了这一步 当我成为麒麟王之后 一定要把你拯救出来 烈焰 现在是麒麟星上的夏天吗 怎么天气那么热呀 我比你还更热呀 因为我拥有无穷的战魂火焰 而且友情的热血 也正在呼唤着我 你这家伙 平白无故地在激动什么呀 好意 你别坐着 为了应付将来的大战 我们赶紧特训 去收集更多的幻兽战轮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你 登上麒麟王宝座的 没错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会放弃的 就算我这只手段了 我都要战斗到最后一秒 那个时候的我实在太帅了 人家难得这么威风 你又在干什么 我名叫烈焰 是不怕热的 可恶 是谁 这样就凉快了 自认是未来的麒麟王先生 没错 我就是未来的麒麟王 等我将来当上了麒麟王之后 得派人在这儿 多盖些遮阳呈凉的设备 这家伙真好骗 这是给我的 是过励 是过励 过励 你们在这儿等着 跑浩一去追 你又 我左 分头包抄 不要突然停下来好不 痛死我了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笨蛋追上来了 是挥钢 为了金角能顺利成为麒麟王 你们这些碍事的家伙就在这里消失吧 可恶 又有这种卑鄙的手段 烈焰 有连射武装 好 连射武装 启动 联射武 lead 我考虑 不会让你们得陈的 钢齿兽 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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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幻兽战轮的威力投入进去 发射出最猛烈的连射攻击 Go Fire 什么 动手吧 我 我不需要替人同情 我不是同情你 而是尊重你们对朋友的心 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和你们做朋友 实在是件快乐的事 烈焰我们走吧 你们 别以为牺牲自己就是一件光荣的事 金角以后 还很需要你们继续做他的朋友呢 是少主的朋友 四季 我们彻底败给了这两个笨蛋 但是我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 对 这一刻虽然伤得很重 但我却感到全身充满精力 别告诉我这是友情的力量 太土了 说的也是 土岩 这可能是个陷阱 居然利用获利也由我们来 这半人真卑鄙 你所做的卑鄙事还少吗 小心 巷口两臂狭小 必无可避啊 土岩 联士武装 启动 联士武装 完成 得到联士武装力量果然不同了 难道你以为凭这些卑鄙的小把戏 就能干掉我吗 白刚 你实在太小看我们了 这就是你们背叛了金角少主 投奔敌人的后果 是你们挤持了我弟弟 我才屈服于你们 多亏练眼和浩衣打醒了我 那你们在地狱继续做朋友吧 土岩 圣 让你承证我们联射武装的厉害吧 联射武装果然很强 快说 到底你引我来有什么目的 如果不在这里把你们消灭 总有一日 一定会成为金角少主的心腹大患 可惜金角高傲自负 他一定不会认同你们的做法 念在我们相识一场 我就放过你 走吧 你放走我 你会后悔的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做后悔的事 土岩 嗯 你们没事吧 嗯 啊糟了 传送门可能已经打开了 我们要快点回去 传送门现在开启 请晋级选手 马上出发前往复赛场地 第三层大路 他们 他们去了那么久 怎么还没回来 看 他们回来了 你们到底去了哪里 找到获利了吗 没有 可能是我看错了 那我们走吧 什么 七轮大三的传送门 真是一个比一个粗暴啊 不好 我刚说好的发型又乱了 这传送门有古怪 大家快抓紧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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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第三层大路 呃 救命啊 是我 你这个笨蛋 这是 各位 你们怎么了 快醒醒啊 快醒醒啊 大家走啊 你们这帮都是什么人啊 到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地方 竟然还会和平常一样这么悠闲 如果他没有恶意的话 我们早就该没命了 你们是什么人 竟然这样对待未来的麒麟王 你是未来的麒麟王 能够有命活得过今天再说吧 黄奸家族 你这个叛徒还记得我们 什么 这里不是第三层大陆 你当我们来干嘛 我们只是把本节大赛中的一些不良分子 剔除出来处理掉 以免影响其他的参赛者 不良分子是你们才对吧 金言 难道你已经拥有了和尘兽 总算给你聪明一次了 糟糕 难道他想用我们 来是和尘兽的威力 能死在邪龙王手下 也算是你们一生的光荣了 什么 什么 这怪物的样子很不友善 这个头怎么看着好眼熟 这是黑活蟒 不过多了一个头 黑活蟒有什么好怕的 你们就看着好了 我跟浩亿就足够把他收拾掉 没错 我们在火轮山上已经把他打败了 今天就要再好好教寻他一顿 猎后翼 慢着 这两个家伙老是那么冲动 后翼 你还记得黑活蟒的弱脸吗 记得 既然这样 连续武装也可以省了 外兽战轮 我攻缺 哥哥 你 他没事 等我 你 你 没过 你 差 不要 小 磈 哎呀 错了 哎呀 哎呀 错了 哎呀 碍事 就让你这个叛徒 成为邪龙蟒的第一个祭品吧 好厉害 这次太精力了 黑火蟒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这已经不是你们原来遇到的黑火蟒了 它身上已经被合成了其他属性的力量 可恶 这是属属性的力量 变成武钢 起动 变成武钢 完成 凌世水轮 go fire 凌世木轮 go fire 凌世木轮 消灭掉这班虫子 好强 好强 多莉 你没事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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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厉害了 我们不可能打倒他的 这次死定了 多莉 难道你忘记了还有我们吗 就是不可能我们才要创造奇迹啊 多莉 我记得你在驿站时说过 我们能够来到这一步已经是奇迹了 经过那么多难关 我们走三奇迹的走到了这一步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 当然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坦白的说 我初来奇轮星时 不单只没想过会赢 甚至觉得自己根本做不来 但是烈焰 小火兽 然后和大家相遇 我才觉悟什么是值得守护的东西 什么才值得去努力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一定要突破逆境给你看 觉醒吧 我的战魂 我们一起闯上奇迹吧 垂死挣扎的虫子 邪龙芒消灭它们 大家何力攻击它 我攻击它左边的头 我攻击它右边的头 我攻击它的双腿 我攻击它的胸口 go fire 好 就是 骢子 中策 我们赢了 集合大家的力量赢了 慢着 不会吧 可恶 到底要才可以打败他 下一集 烈焰一行人面对强大的邪龙芒 就算合众人之力 也束手无策 更被黄金家族捉住 并要合成到邪龙芒身上 而金角却渐渐察觉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请留意第二十二集 集结五行力量爆发 进行的 by bwd6